好 那么既然是为了厚劳两位我们非常辛苦的最美的女明天 今天我们请到大师来帮他们进行一个大变身 欢迎凯文老师 凯文老师 凯文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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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话不吝 刚才就是我们我跟思雨 包括那个那个卓纳 我们三个人在走在走的时候走得特别差 有人家底下想把鞋突然扔上 我实际上是凯文老师 因为凯文老师我知道你很看不过我们三个走得那么差劲 你一定行的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没这么简单 我跟你讲真的 你知道他们全身其实是紧的 有标准 有力量的 而且你知道他们两个的手 向上向外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不是 你们像在打架一样 左边打右边右边把左边 我打到你口音马 这个没这么简单 我怎么可能就现在就走得出来 对不对 现在大家掌声鼓励 我们请两个眼睛一下 肯老师走得怎么样 太坏了 不错以一个第一次就是来走这个的人来说 很有意义 对不对 因为他们高潮我刚才在旁边看 看到嘴巴是这样 腿开的高度是一模一样 没错 手摆的角度是一模一样 而且在这样走的过程里面 眼睛只能看前面 又不会走歪掉哦 你看我刚才走起步 我一屁股就疼了 对 我知道你是什么选生层 你真的年纪到了 好 那我们还是给凯文老师 发挥他的强项 他的优势 是 好好 对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最美的女民兵 然后凯文老师能不能帮他们进行一个 更美的变身 我决定 今天我们就从脸开始 一直到整个的外形 我们要让他们两个就变成在杂志里面的超 想要成为超模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面子问题当然是首先要解决的 好 那我们这个最美女民兵的大变身 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后呢 在之前我听到 娜娜跟我说自己有一些肌肤方面的小困扰 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就是经过孕以后 然后就是皮肤特别干 谁就是晒黑了 然后就是 就是到了秋天嘛 然后特别容易起皮 就是很难化 很难上妆 对 其实我看到 大家看娜娜的侧面啊 她现在已经自己有一个自然的阴影 因为这边就晒得比较黑对不对 那这个重点是在于 因为这个太阳照射过了之后 你皮肤受伤 我们皮肤的保水度会降低 然后这个时候皮肤因为要保护自己 会猛出油 没错 对猛出油 所以你们会发觉自己的皮肤现在 又脱皮又出油 长痘痘又长斑 没错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更好注重的就是 让皮肤保湿 对 让你的皮肤能够充满水分 所以呢除了我们日常的保养里面的保湿 然后平常喝水多睡觉之外呢 其实现在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 底妆的趋势 就是底妆保养化 也是保养品 对 就是底妆就是我们保养品的延伸 对 好 刚才大家都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平常你们之前在这个训练的时候 一直想要擦保养